师父说的那些佛学故事 吝啬的果报 从前有个人名叫伊丽莎 家中有千寝良田 满仓米谷 牛羊成群 奴仆成百 金银财宝和铃锣绸缎 数也数不清 但是他生性吝啬 不单平日一个钱 恨不得掰成八个来花 也从来不布施任何东西 自己的日常生活 也是非常刻苦 穿的是破烂衣服 吃的是糟糠烂菜 从来舍不得买一斤肉 吃一顿饱饭 伊丽莎有个邻居 钱财不多 但天天大鱼大肉 还时常宴请朋友 伊丽莎看了 非常眼红 心想 我的财产比她多得多 她天天过着 王侯一样的生活 我却这么艰苦 太可怜了 于是咬了咬牙 宰了一只鸡 量了一升百米 偷偷地赶车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把饭做好 把鸡烤熟 打算好好吃一顿 过过瘾 老天爷看见她的举动 就变出一只狗 走到她身边 绕着她 转来转去的 讨东西吃 伊丽莎见这条狗 实在讨厌 便说 如果你能四脚朝天 腾空停留在半空中 我就给你吃一点 话刚说完 那条狗果然四脚朝天 腾空停留在半空中 伊丽莎大吃一惊 但要她分给这条狗一点食物吧 实在舍不得 于是 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又说 如果你的两个眼珠子 现在掉到地上 我就分你吃一点 话音没落 那条狗的两个眼珠子 啪的一声 掉到地上 伊丽莎高兴极了 心想 这下子 这条狗瞎了 什么也看不见了 她端起饭和鸡 换个地方 放心地 大嚼一顿 老天爷 见她走远了 变成她的模样 赶着她的车 回到她家 一进门 就吩咐 手门人 如果有人 胆敢冒充 老爷我的样子 一顿棒子 把她赶出去 然后进房 下令把所有财产 都布施给穷人们 伊丽莎吃完饭 摸摸肚子 满意地回到放车的地方 发现车子不见了 她可着急了 四处找不到 只好步行回家 到了家门口 手门人挡住 不让她进去 她发脾气说 混蛋 瞎了眼吗 我是你们的老爷 手门人说 怪不得老爷刚才吩咐 教我们 把胆敢冒充 老爷的人赶走 原来还真有人 敢冒充老爷 便一顿棒子 把她赶走了 伊丽莎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全部财产 都被穷人们分光了 心里一急发了疯 从此在街头乞讨 料到度日 这就是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人要行善 天地都会相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